他是單身19年的阿凱 他認為拿到駕照是長大人的第一步 看什麼看快點進去啊 熟悉環境後 你會擁有一台車 還有單身狗 還有一位熱心的教練 會陪你一起度過充滿驚喜 與冒險的一個月 原本以為開車像玩跑跑一樣簡單的阿凱 自從教練讓他獨立之後 漸漸發現 方向盤比女人的心還要捉摸不定 但阿凱相信失敗為成功之母 就像生活一樣 能夠慢慢的步上軌道 別忘了還有教練的幫忙 大風駕訓班帶你上車 讓你成為好司機 你就是這樣 你又要給不上課 你也能夠付夠了嗎 你又讓不上課 你已經在下課 你只是課